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藏在背后的蓝眼睛 传说当中啊 猫是邪恶的象征 它与一切的诅咒 巫术 墓地 死灵相伴 在欧洲啊 黑猫是女巫的宠物 是邪恶的化身 在东方呢 很多人更是认为 猫会带来不祥 甚至死亡 当这种种神奇的生灵 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时候 当夜深人静 它们的瞳孔里 散发出诡异光芒的时候 你真的不害怕吗 成方 在夏天来临之前 他如愿地搬进了满亭方公寓的十六楼 将几袋垃圾装好了之后 临时地搁在门外 不料当天晚上 袋子被老鼠给咬得个乱七八糟 成方没办法忍受老鼠的存在 于是他去找物业的管理员理论 管理员一边在本子上登记说 以前多好啊 你对面那家啊 养过一只猫 哎呀 可惜他死了 成方自从搬进来 对门的房子就没见过有人 他只是恍惚地记得 当初签合同的时候 房产经纪告诉过 说呀 房主是画家刘峰 成方在报社工作 他听说过刘峰 他是这个城市炙手可热的时尚画家 深受着广大城市的小资 白领的追捧 他家里边有能干的美妻 可是却接二连三地为媒体爆出 他的花边爆料 在新居又住了几天 有一天晚上 成方去丢垃圾 开门就看见对面的门边上 站着个女人 那个女人 二十出头的年龄 高挑的身材 他穿了一件 丝绸的睡裙 垂过肩的长发湿漉漉的 半遮住了秀气苍白的脸 那女人的脚边上 跟着一只毛发乌黑的猫 两只眼睛在灯影里 泛着深蓝色的光 看见成方了 那个女人更俯身抱起了猫 转身朝着应急楼道的方向匆匆而去 而那只猫呢 则从女人的肩膀上探出了小脑袋来 不甘地回首张望着 走廊里边的灯比就暗 猫眼就在那光影里边闪烁着悠悠的冷蓝 让她的心里边一颤 寒寒的感觉 接下来的两天 成方上夜班 每天晚上要过了紫夜才回家的 电梯到了十六楼 一出来就能看见 等候在刘峰家门口外边的那个女人 奇怪的是 她现成了电梯不走 却是匆匆忙忙地朝楼道那边去了 到了第三个夜晚 成方终于喊住了那个女人 好心地告诉她 好像我对门一直都没有人来住呢 那个女人停了下来轻声地说 她在躲 啊 躲 躲什么呀 女人不回答 只是感叹着说 何必呢 我不过是想说清楚 自从 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要给她过压力 顿了一下 成方有点尴尬地 扭头转移话题说 哎 你的猫咪很可爱啊 那时候 猫正从女人肩头盯着成方 她的眼睛依旧闪烁着冷冷的蓝光 那个女人抚摸着猫 阴郁地应着说 是啊 很可爱 很可怜 一个周末的下午 成方竟然和未曾谋过面的刘峰打了个照面 这个儿历之年的成熟男人 他天生英俊 外加上艺术气质 难怪让那么多的女人动心 他诉回 陪在他身边的 是一个身材娇小的 艳丽的美女 得知成方是记者 刘峰不时时机地谈起了自己新画 过来拍卖 他殷勤地发出了口头邀请 成方正敷衍着 不经意地就看见了被两个工人抬着走过身边的那幅画 那是幽暗的光影里 穿着丝绸睡裙的年轻女人 还侧着身 闲适地蜷缩在沙发上 一只黑猫 依偎在他的怀里 尽管是短促的一瞥 但是成方还是从画中的人的身形 断定出了 是他 于是他急走而过 装着对画感兴趣的样子问道 哎 你对画的意境不错呀 刘峰得意地说 哈 它是我一个多月之前完成的 名字叫蓝眼睛 说着 他用手指指着画里的猫 那猫的眼睛在微弱的逆光当中泛着深蓝 给人一种诡异迷幻的神情 成方 想起来了 跟在走廊里见到的那个 我打一样 到了晚上 十点多的时候 外边突然就下起了轻盆大雨 成方拎着一大袋子垃圾出门去丢 迎面就撞上那个抱着猫的女人 她仍然是一袭 单薄的丝绸睡裙 她正站在那 青春美丽的脸 忧郁而苍白 这个时候 刘峰的房门也开了 她挽着娇小美女的身影 长长地拉在了墙上 听脚步声 是朝着电梯去的 那个女人的嘴唇动了动 还没开口呢 那只猫呼的一下无声地就跳下了地 她脊椎着那边两个影子而去 掠过的那刹那 她感觉到了透骨的冷 还有两只蓝眼睛 似乎有杀气 一切似乎都在一瞬之间发生的 就听见外边响起了一声炸雷 随即 整个走廊的灯都熄灭了 紧接着 程芳隐约地听到了 电梯那边传来的惊叫声 刘峰死亡的消息 箭报的时候 程芳已经在出差的路上了 她打电话向文娱部的编辑 询问蓝眼睛 编辑在电话的那边跟她说 那个呀 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前的旧文了 刘峰曾经和一个女模特好过 后来那女的隔腕自杀了 说那女的自杀之前 给刘峰打过电话 她当时正在追一个明星 根本就懒着搭理她 我告诉你一个内幕 刘峰这次可是死于吓破了胆 和她一起的那个新任女友也疯了 她只会不停地尖叫着三个字 说什么猫来了 猫来了 程芳轻得背心直发凉了 她不甘地再打电话给那个物业管理员 物业管理员说 你对门的那个人呢 她包了一个女孩 一起住了快一年了吧 那女孩平时就一个人 她养了一只猫来消遣 直到后来她想不开自杀了呀 等第二天那男的回去 那猫扑过去又抓又咬 像是结了仇一样 没办法呀 最后找人逮住了 有麻袋包了就放进 那么装满了水的浴缸里 程芳不等听完就关了手机 她的脑海里边不断地交替地 闪动着那两样不同的神情的蓝眼睛 仿佛是在 生前后世的两种凝视 好了 这就是藏在背后的蓝眼睛的故事